今天來分享一下我自己喜歡的藻牌的魔術 其中幾個方法裡面呢 我們先來介紹這一種 可以看到兩張廣告牌 兩張鬼牌我們完全用不到 所以先放在旁邊 再來呢 撲克牌每一張順序都不一樣 背面呢 每一張都是紅色的 像這個樣子 可以整理一下 那麼在開始之前呢 先把所有的撲克牌都先放到正面 然後我們可以隨機指定任何一張撲克牌 比方說這一張梅花A好了 好 然後給觀眾檢查一下 確定它的正面背面都沒有任何問題 像這樣 然後呢把它簡單的切個牌 OK 這個時候呢很多人都會質疑魔術師說 你的牌可能會被吸到最上面或最下面 所以我們來檢查一下這張梅花A 上面每一張都沒有 沒有 OK 好 那一樣我們放到下面 背面的部分 拿一疊翻過來檢查一下 確定每一張 OK也都正常 對吧 沒有 好 那麼 S會跑到哪裡呢 對於魔術師來說 連找都不用找 攀個掃頭之後呢 你會發現呢 欸 在撲克牌裡面呢 有一張正面向上的牌 是的 這張米花A呢 就會自動的 跑到最上面 而且完全可以檢查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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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